突然巨響此起彼落 以色列飛彈鎖定了加薩的伊斯蘭大學 一發發連射 短短10秒後學校面目全非 以色列指控哈馬斯將這所大學 用作軍事情報人員的訓練營 是重要的行動和軍事基地 還會開發生產武器 籌募資金 和哈馬斯高層有密切聯繫 連續多天空襲 讓加薩走廊多地 整群建築消失被以為平地 沒有防空系統也沒有防空洞 只能聽天由命 以軍30萬大軍已經在邊境集結 大部隊和坦克與其他重型裝甲 準備隨時開進打地面戰 那台雅湖政府聯合的反對派共組 戰爭內閣 情報部長甚至揚言 希望將哈馬斯連根拔起 能嚇阻全世界的激進分子 如今加薩走廊被斷水斷電 唯一的發電廠也燃料耗盡停擺 全區陷入黑暗 採訪的半導電視台記者直指 當地將無法看電視 用手機 怨然退回中世紀 正在崩潰邊緣 前線局勢緊張 媒體報導 在美國紐約甘乃迪機場 一名神秘男子 在以色列航空櫃台出錢 買了250張的機票 散駐預備役人員搭擊反國 全球以色列人大團結 誓言復仇到底 記者做好報導 就像,我會看見 太高峰了 我不緊張了 我不緊張了 就像,我會看都在那裡 propos藏到 不緊張了 各國幹旗